主席,今次發展局都算是重善如流 因為在去年發生幾宗塔樹的意外 甚至沒有造成人民損失 其實社會上對樹木的問題 都是再一次引起廣泛的關注 我看今次發展局的十項建議 原則上我都認為都是實事求是 看到目前存在的一些管理上的問題和一些流弊 是想比較清楚些 有個日後對樹木的管理的政策 也都有一些行動 其中建議一 現在都完全反映到目前的弊病 就是證出多門 籠統計一百七十萬棵樹 分九個部門去負責管理和護養 其中老政署和康民署的管理數目比較多 因為現在都是說以這個樹木所處的地方 來去分工 在建議一裡面就說清晰善明發展局與樹木管理部門的關係 似乎你就是把那個問責加強的 就說發展局的常任秘書長公務 在部門首長的年度評核報告裡面 對樹木管理方面的工作是比於評價 還要加強責任 這個都比較少有的 就是說發展局這個常任秘書長就有權去評核 其他部門的首長就樹木問題 那個工作表現是如何 那我想這個就一定要特首作為公務 整個隊伍的最主要的負責人 認同這個做法 也都真的在論功行上 那或者就會都起到一個積極的作用 不過我覺得其實就是 但是似乎都要進一步做什麼工作呢 就是對於現在我剛才所說的一百七十萬棵樹 均開這麼多部門管理 可能這一分工又沒辦法避免的 因為的確有些場所是某些部門負責 你就很難說它負責的某些場所裡的樹木 就拿出來就交給另一個部門去管 那麼這可能也都行不通 但是呢 是不是都是需要 就現在呢 在每個部門負責管理樹木呢 它對應的投入的資源 就是是否是適當 它們掌握技術是否是足夠呢 我覺得這方面呢 發展局可能都有一個整體的評估和統籌 或者看有哪些地方是需要補貨的 需要加強的 那麼這方面都是要做 如果不是呢 你就單是每年年底就給分吧 我覺得是不夠的 另外呢 就是有幾個建議呢 我覺得都是實自求是 其中一個呢 其實我先前在不同的場合 都說過很多次了 就說呢 有一些樹木呢 其實就是 你看回以前種植的時間 所考慮的 未必很周長 就實際上呢 是造成了一些風險在那裡 所以建議7裡面呢 就說取代老化的先鋒物種呢 這個我是很支持的 譬如呢 很多市民都知道的了 就好像台灣雙屍呢 雷呢 他大得入快 但是凡是打風之後呢 就是其實就 斷到周圍都是 情況相多的 那麼所以呢 在這一方面的取代呢 還有呢 建議9裡面呢 就是對於 是改善種植場地的條件 不佳的地方呢 怎麼去取代呢 就 這個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具體的計劃 不只是流於一個政策上的 定位 而是真的有具體工作去做呢 那個時間性又怎樣呢 主席 或者第三個問題呢 我等一會兒我想邀請 吳女士回應的 頭兩個觀察呢 第一個是關於我們那個 自己政府內部的那個 評核考核制度 其實我想這次的用意 是清楚的 第一就是希望有關的部門首長 知道樹木管理 都是他自己的工作 一個重要的範疇 所以希望在那個平核報告 是有這個環節的 而如果說發展局 的常任秘書長去平核那個首長 在那方面的工作呢 其實這一點 是不是石破天驚的動作呢 也都不是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一個部門 它都是支援不同的政策局的 我們自己內部都在不同的環節 都曾經試過有這些機制 就是常備之間 大家互相諮詢 就著這個工作 你是隸屬另一個局 諮詢另一個局的常備 它在這方面做成怎樣 這個是有的 我們今次提這個建議之前 也都跟公務員事務局 是有了一個溝通 他們對於我們這個安排 是並無異議的 至於說各個樹木管理部門 他們那個資源 其實發展局 是不是都應該要看一看呢 不要就這樣交給他們就算了 其實我們今次提出了這10個建議之後 其中有些環節 的確是對樹木管理部門 那個的要求是高了的 他的工作量會大了 其實我們都會跟他們去檢視一下 他們在資源 和人力培訓方面有什麼需要 我們接著下來 就會在這一方面 做一個統籌的角色 第三個問題 我請吳女士回應 剛才局長都提到 因為在路邊的樹木 數目就很多 我們其實集中火力 都是在一些大一點的樹木 譬如它的生長空間 比較上受限制 但其實那個樹木量 因為都多的話 我們有考慮幾點 就是說那個優先的次序都要排一排 還有我們希望可以 譬如參考一些外局的經驗 看看可不可以確立到一個計分的制度 這個就包括譬如 旁邊的環境有沒有衝突 我們都預期 其實今年 我們都會有一個顧問 會聘請 然後盡快 希望下一年初 會有個報告出來 或者下一年的時間 就會看到那個評分的制度 然後就用那個評分制度 去將我們那些樹 怎樣去排列 先後次序去做工程 但當然要重新一點 就是當中其實現在 我們每一年都做那個風險評估報告 所以說如果現在都已經發覺 一些樹有問題 其實正如剛才議員們 都有說到 我們都會適當地做那些風險 緩減措施先的 就不會等到整個部門的工作 完成完然後才做事